中央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日新闻共同制播的节目 每周六更新一集 在Spotify、Apple、桑案、Google 还有YouTube平台播出 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意见 也欢迎到节目的专属信箱 跟我们互动交流 这一集节目让我们谈谈 东南亚的权贵资本主义这件事 2010年资深的中国事务观察家周博 推出一本直到今天都还是很经典的书 书名叫做《亚洲教父透视香港和东南亚的金权游戏》 在这一本书里 周博提到了很多叱咤风云的东南亚政商富豪 他们对国家的经济发展 普遍来说贡献都很少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人可以赚大钱 他们重点是在于 他们看到的区域跟国家的问题 像是落后还有腐败 并且利用这些机会来赚钱 周博也在书中强调 这一群亚洲教父 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裙带关系 所以他们需要花很多时间在经营人际关系 像是跟当红的政治人物往来 安排高尔夫球局 为了银河的人呢 安排使用豪宅 游艇还有饭店 也要为政客的子女解决问题 还要在全世界各地送往迎来 那周博他说 亚洲经济校父对于经济的贡献 还有对于企业人才的培育 付出非常的有限 那这是因为他们的企业 主要是借由获得垄断权后 降低成本来获利 而不是雇佣最好的人才 在自由市场竞争 他们跟国际的公司来相比呢 管理体系来说比较少 也比较神秘 最重要的还是大老板的意志 这也是东南亚很难出现 足以跟西方国家批敌的 跨国企业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样牢不可破的 权贵资本主义的魔咒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 对国际政治局势很了解的 美中台战情室粉砖的版主赵军硕 来跟大家分享他的看法 据说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听众大家好 林宇你好 谢谢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这边 跟大家分享一下东南亚的政商关系 与它的经济发展 军硕是很早之前就跟我说 他想要聊聊这本书 或者是东南亚的权贵资本主义 因为其实不只是这本书 最近其实还有一些学者 有进行的修正 等一下军硕会跟我们分享 因为这个时间上的安排 军硕一直都很忙 所以一直到现在呢 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东南亚的权贵资本主义 是如何形成的 军硕我想要先问你 就是东南亚它现在是美中之间 争夺盟友的一个重要的区域 那很重要的一点是 除了说美中之间关系不好之外 也是因为它的供应链重组 而受到国际的重视 东南亚各国 它过去的经济成长 其实不是那么让人满意 那就像刚刚周博的书中 他有提到 就是东南亚为什么各国之间 充满了教父经营的寡战事业 他有提出一些说法 那你怎么看他所提出的这些说法 是的 周博这本书到今天 还是可以看作一个研究东南亚政治的一本经典 虽然它不是学术界出身 他就提醒我们说 虽然说以前有这个亚洲四小龙第一波 然后东南亚是第二波这个说法 可是他就提醒大家说 你注意看 东南亚并没有什么国际的品牌 它的国内都是充满这种寡战 官商勾集 于是他就从头追溯 从东南亚融进英国这种日不落国 在全球建立贸易体系 开始对当地所带来的影响 然后这影响一直延伸到 他们独立之后 这个新的统治者上来之后 这些本来也就在那边的华人 就开始一些比较有钱 甚至可以说是 比如说是一种叫做土生华人 叫做Paranakan 或者叫做巴巴的这样的人 或者是一些新的更晚来的人 比如说像林少良 1937年来的 他在三宝龙的时候 认识了苏哈托将军 他们建立的这种关系 如何建立这种可以说是互相勾结的关系 然后呢 等于是赚得暴利 那这样的话 他就没有动机 要像这个 比如说早期的台湾啊 韩国啊 日本啊 去做这种辛苦的去赚订单 抢订单 在国际上竞争 他只要在国内呢 建立比如说 一些基本的像什么 制堂啊 水泥啊 等等 这样的基本的制造业 然后呢 寡占 然后呢 然后他加上银行的这种贷款 他就可以爽爽的过日子 赚到钱 一部分分给政治人物 我就像刚林宇你刚讲到的 然后呢 于是东南亚呢 就陷在一种 没有办法建立有竞争力产业的 这种长期的局面 因为他这本书里面呢 他不只是讲了 我们等一下会细谈的 印尼跟马来西亚 他甚至也讲到了泰国菲律宾 还讲到了香港新加坡 他们表面上是一个开放的贸易港 可是呢 香港大家也知道嘛 几乎被送为是李家的城 从电力公司 超市 地产 都是李家城 对对对对对 然后对不起 新加坡的这种所谓的 政府关联企业 新加坡的银行什么 也都是基本上是李家的王朝 所以呢 他真的是提醒 一般对东南亚 错误印象的读者呢 所以他这本书里面 其实讲的是说 有一个殖民者在上位之后 他们这些下面 这些可能在当地 清点一些合作伙伴 然后借此发展一些政商关系 是这样吗 对对对 简单来说就内批 对早期有很多 就是从这个东南亚来的华人 就在当地呢 比如说当什么包税人 或是经营一些农场 然后呢 这是第一代 然后后来随着这种 殖民势力慢慢退出 然后这种民族主义兴起之后呢 有一些华人的确都掉下去了 然后但是呢 有些华人 就是呢 充分的利用了 这个新的机会 跟新的统治者 建立一些新关系 但是呢 他们在这个联盟里面呢 是比较小的伙伴 但呢 就是有各种不同名材 菲律宾就被称为 叫做Chronic Capitalism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 这种权贵资本主义 然后我刚讲 有些地方就是所谓的 在马来西亚呢 这种有马来西亚人拿牌 因为政府规定 一定要有马来人经营企业 然后呢 华人实际上经营者 这叫做阿里巴巴 然后在泰国呢 这些 就是说也改了泰国性的 这种华人资本家 像Taxing 他本名叫邱雅西嘛 这些人 他成为叫做建民资本阶级 因为呢 他们在跟政治人物的联盟里面呢 他们是个小伙伴 我这边再插个话题 就是呢 因为在传统的这种 我们如果讲高一点的学术理论呢 西方世界是认为 政府是资本家的工具 就像郭台铭也常说 政治要为经济服务 但反过来 在这种比较后进的国家里面呢 是反过来 是这个商人 要想办法去讨得政治人物的关心 欢心 然后就换取一些经济上的特权 然后又赚到钱之后呢 再把这个钱回馈给政治人物 然后呢 他们就是等于是 把这个国家的发展 所垄断了 而且他又结合了一些历史 跟各国具体的情况 还有这些 教父一些 他透过访问 因为他常年担任 亚洲经济日报的记者 二十几年 当然那是已经30年前的媒体 所以呢 由他的经验写出一本 又有实物 又有一些理论深度 跟历史深度的精彩著作 刚刚讲到塔克辛 我才想到 他在书里面有提到这些教父 喜欢形塑一些 比如像我们讲 直接一点就是造神 造神的那种过程 比如把自己讲的 就是家里很穷啊 贫苦学习啊 然后怎么样 奋发向上 最后就变成 现在这样一个局面 实际上都不是吗 对我再补充一点 像霍英东 现在大家可能看到他的新闻 是讲到他的儿子 跟张子怡谈恋爱 然后他最喜欢讲 我没有念过什么书 但周博安书里面就点出说 他就念过很好的英国学校 他就是看得懂 英国人的那个招标公报 才开始去进口一些东西 然后呢 就是从国海外进口 这些东西 再从香港转口 进到内地去 除了一些民生用品以外呢 当然他还有一个 他最不承认的军火 就类似 所以他们很多教父呢 都是受过良好的教育 懂得如何跟洋人建立关系 那不只是英国人哦 以印尼来说的话呢 有一些人他就是 他很懂得跟荷兰人相处 有些甚至也会讲荷兰文 就等于是代表荷兰人 因为荷兰人 知道印尼也不多 他们就代表荷兰人 不但是管理当地印尼人 也管理那些比较穷的 福建广东来的那种 华人的那种农工 他们就是变成一种贵族 而且他们还有一些军阶 什么少校啊 中校啊 那同样这个问题 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细谈 在马来西亚呢 也有这个问题就是 高阶的华人跟低阶的华人 其实利益有冲突 所以他其实还不是说 大家都是一盘和气 他其实还有富项 要分大饼就对了 对 所以说东南亚国家 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迹 但是呢 周博的书里面呢 有一个小缺点是 他展现了一个 很完整的图像 可是东南亚各国的 这个经济发展的 各国的情况 还是略有不同 所以呢 我今天想要的这个节目 就是因为呢 原来今年二月有一位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书的 政治学者 他叫任美格 他来台湾 因为他也是为了 开始把重心转移到 这个半导体问题 他来拜访了 台湾电子时报的 黄清永社长 黄清永社长就在脸书上呢 写说任美格送了我一本书 但是呢 因为黄清永社长 公务繁忙嘛 他没有办法把这本书 精彩的论点讲出来 我就想要趁这个机会呢 因为任美格的 他把这个各国的 政商关系的形式呢 做了更仔细的 这种理论化 而且呢 的确能解释 比如说为什么印尼 跟马来西亚的 经济发展的情况 又不一样 等一下再细谈 对你刚刚讲的任美格的书 他其实有回到一个问题 试着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在 威权政体中的政商关系 一开始都是 共同追求经济成长的 好伙伴 但是后来都退化成 充满贪污 还有的政商勾结 威权政体的腐化 还有说政权的崩溃 他想要回答这个问题 那你觉得他有回答到吗 他的这本书的名称 英文叫precarious tie 就是呢 算是什么 很脆弱的关系 我认为他这本书 他利用了 他原来专长中国大陆 在延伸到研究 马来西亚跟印尼的华商 如何去跟这个 当地的政治人物建立联盟呢 他分出了几种形式 然后呢 他的确做了很强烈的解释 我这边很快的说明一下 他的观点就是呢 这个政商关系有四种形式 那取决于两个变数 什么呢 你要看这个商人跟政治人物 他们彼此之间 有没有互信 然后呢 再来呢 另外一个维度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政府 因为在威权国家里面 他们都牢牢掌握金融体系 可是呢 如果你牢牢掌握金融体系 然后两边又有互信的话呢 就变成叫做 Mutual Alignment 互相一致 这好处是算大家都分赃 可是呢 长期来说 这个国家会停滞不前啊 再加上一些外部环境的冲击 所以呢 有些国家必须要 做一些金融自由化的开放 开放之后呢 有可能 那这个就变成 这个政商关系 就会从两边互相勾结 变成 因为开放之后呢 就有很多新的人进来抢大饼 就会变成一种叫做 Competitive Clientism 就是呢 反正就是大家 就各方势力竞相抢大饼 还有另外一种呢 是如果一开始 金融体系牢牢掌握住 可是 政治人物跟商人 没有互信关系的话呢 它不是个正式联盟 它就是以印尼为例 就像我说的 刚刚的林少良 或是是以前 另外一个叫郑建胜 因为当地的华人少 然后呢 印尼的民族主义情绪很高 所以华人基本上 常常被破坏 苏哈托就是呢 我像个黑帮老大 我不是基于国家法律保护你 是我苏哈托 及我的家族成员 跟你建立特殊性的关系 变成这种非正式的联盟 这在中国大陆早期也是 就是地方官员 跟乡镇企业 建立这种非正式的联盟 这是另外一种形式 最后一种是什么呢 如果是商官没有互信 然后呢 金融又开始自由化之后呢 因为没有互信 金融自由化有大饼之后呢 大家就是呢 竞相贪污 因为不确定 我什么时候会被你清算 所以他里面 他举了两个例子 就是俄罗斯当初的 Ukos的石油公司 Kotlovsky 他后来因为出来反普丁 因为普丁抓到老里 他还举了一个人 郭文贵 哦 讲得太好了 对对对 所以他真的蛮厉害的 就是他说说 当这种没有互信 金融开始自由化之后呢 基本上呢 两边互相有各种把柄 各种贪污 然后呢 可能会因为某些事件冲击 这些商人会干嘛 他可能会更进一步的 把财产往外汇 所以为什么印尼的富人 都把财产放在哪里 放在新加坡 他们为了随时要逃跑 周博树没有写嘛 他们豪宅楼上 都有直升级的停机坪 随时要跑掉 或者是把财产往外汇 或者是就直接 跟政府签合约 然后呢 也不求长期发展 就是很快的 短期内尽量掠夺 或者干嘛 放不利的消息 两边互相放不利 所以互相毁灭就对 对对对对 所以他就整理出这四种 但这四种形式呢 是要看具体情况 随着时间演进 所以他部分能解 为什么有些国家 一开始还不错 因为双方在一个 稳定的利益结构 然后金融自由化以后 比如说像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这里 就各方势力 在禁足国家大饼 所以呢 就变得情况比较乱 经济也没有成长 印尼他就最后 以苏哈托的例子说 就是因为双方没有互信 然后呢 在被迫自由化浪潮中呢 最后呢 就变成大家每天那边互商 然后呢 这个最后苏哈托政权 得不到商人支持就崩溃了 所以这是他建立的 大理论架构 他里面有提到 马来西亚跟印尼嘛 可不可以以马来西亚的 国政做例子 马来西亚1957年独立之后 他是长期执政的政党 马来西亚在那个时候 也不算是一个民主政体 算半民主嘛 那国政透过他的 长期的统治 其实结合了很多政商的 权力在他的手中 好 对 这个就是仁美格这本书呢 周博的书里面是讲说 独立以后 北面上有民族主义情绪 可是呢 政客只是利用这个民族主义情绪 取得正当性人民支持 就跟商人勾结 这个图像太浅了 没有说不对 仁美格就 他以马来西亚的例子 他就说 其实那时候呢 是有钱的华商跟武统合作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在1969年呢 因为他们把这个联盟呢 在选举中不断地被那种代表 被强迫送到乡下 去开发乡下的贫穷华人 或者是都市里面的贫穷华人 所成立的新兴政党 像民主行动党 或者另外一个叫Gara Khan的党呢 在1969年选举暴动以前呢 他们在选举中大胜 他们就举办胜利集会 然后这个国阵就去反集会 就发生暴动 就100个人死亡 所以以马来西亚的情况就是呢 有钱的马华工会 跟武统结合一个联盟 他们的交易条件是什么 你不要挑战我们少数有钱的华人 在经济上的特权 我给你马来人在一些经济上的特权 还有国家的优先地位 还有那些什么种族配额啊 还有企业的股份啊 这样的交易呢 其实对一般的 因为马来西亚那是最高有四成华人嘛 大部分的华人其实我刚讲的 城市里面的农工阶级 或者乡下以前甚至以前是跟共产党搞的 像以前郭鹤年的弟弟 有一个就是在那个 丛林里面打游击战死掉的 所以那其实是一个少数的有钱的 华人跟马来人的联盟 但有一段时间还蛮稳定 他们终于用一些方法 慢慢的就把那种要求 让华人比较公正 不要被马来人歧视的人排除在外面 印尼的华人院没有那么多 所以说在马来西亚的联盟是一个正式的联盟 印尼的完全就是靠个人式的关系 跟苏哈托家族的个人式关系 去建立的另外一种联盟 所以呢那种联盟就是会更脏更dirty 所以他建立的不是跟政府之间的关系 而是个人领袖个人这样 对对对所以说 为什么人们也把它分类成一种叫做 informal mutual alignment 就是非正式的 如果回到马来西亚讲的话 因为这种联盟有个很糟的负面效果就是呢 比如说马来人的小企业呢得不到保障 所以后来马来西亚国内的企业被华人所寡占 这个在周博书都写得很清楚 那另外呢马来西亚比较大的企业呢 就变成外商进来 所以马来西亚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 可是很多穷的马来人 其实只是得到略微提升 有些华人就慢慢外流 所以马来西亚的华人从刚独立的时候的40% 现在掉到上23% 就是他们很失望 就是一些算是中产阶级的华人 因为得不到觉得被歧视 没有公平发展的机会 所以马来西亚是一个就是 还算有些发展 可是他有一些还是因为这个联盟 本质上是不公平的 所以基本上可以这样 这任美格的书的价值就在这里 想要问个题外话 就是说那你觉得台湾的国民党 在台湾发展过程中 是不是也符合部分的这个架构呢 对所以台湾 当然台湾对这个话题最有研究的是社会学家 他们就说国民党是双元的嘛 其实有一个在荷兰拿到博士学位的人 他在清华教授 他是对岸的学者叫吴永平 他说就是国民党当初呢 在国内他就垄断各种上游企业嘛 什么中钢啊中游 所以国内的那个以前政大的 那个社会学王振淮 就是说嘛就是一个双元的结构 但国民党当初也觉得这样不对 他就想要鼓励那些大企业搞出口 结果发现响应的都是中小企业 这就是我刚讲的 在清华大教授的吴永平 他透过他研究导致历史文件发现 是台湾的小企业组 就是当时拿着一个皮箱出去抢这个订单 然后台湾的经济慢慢一步一步升级 从纺织玩具到电子业 可是呢另外一方面那种 党国早期掌握国文事业没有变 所以为什么三十年前民主化的时候 那些朱敬一等人写出那本 叫党国资本主义嘛 所以台湾部分也有这个问题 那你觉得东南亚跟台湾的发展 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哦就是因为东南亚呢 周博书里面有提到说 他们在80年代呢 寄予一些理由慢慢开始 因为国际大环境 因为东南亚历史上 这个是个大问题 各位读者可以自己先思考一下 就是呢 东南亚好像历史上 他比较没有自己真正的大传统 但他有很多精彩小传统 他都是受各方影响 比如说以前有个法国学的写过 叫印度化的东南亚国家 所以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呢 他到80年代 也是因为日本日元大幅升值嘛 因为广场协定 所以他后来 还是让一些外商进来 哦可是呢 外商进来只是做很简单的组装 那台湾是慢慢 你看如果就像 我刚才回到黄庆友社长讲 台湾的这种电子厂呢 他从组装开始 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所以呢台湾为什么这么强 当然后来那些产业链 有些又移到大陆了 可是我们还是有核心的研发 可是东南亚除了组装这块 我刚刚讲的其他东西都没有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我这边 以印尼的例子来讲 虽然这个新任总统Jokovic呢 他对于这个一些原料的加工 他很想要留在印尼 可是新总统上任之前 所有的外媒报道都讲 印尼这种叫做 Manufacturing Export 占他们GDP的比例 还是太少 他问题跟印度有点像 就是他的制造业还是太少 因为除了少数外商以外 除了菲律宾泰国 有些外商叫做 Enclave之外呢 还没有办法带动整个 就是为什么 如果再扯个题外话 为什么塔兴都那么成功 因为基本上北部跟东北的农民 没有工作 没有健保 塔兴都给了他们 所以他非常感谢塔兴 什么都免费的 对对对对对对 那就是因为他们这种加工出口呢 做的不如台湾成功 但是如果你跟非洲 拉丁美洲比又成功 所以东南亚是一个夹在中间的 你好的坏的都有 是个很有趣的例子 你刚刚讲到塔兴 我就想到 他虽然自己本身是一个教父 靠着这种寡占事业 电信产业上来的嘛 可是他自己当总理之后呢 其实他自己是蛮有意识的 在开放泰国的市场 甚至是改造泰国的市场 你怎么看这个教父 从政之后的转变 我觉得塔兴是个 他的政治才能 其实在世界上是一等一的 所以为什么泰国那个传统的军方 跟那些少数有钱花的联盟 一定要搞掉他 因为塔兴跟上一个总统 Jokovic其实有点像就是 像Jokovic算他还没有真正带动 这个加工就是所谓的制造业出口 可是呢Jokovic对于这种 改善基础的环境 这个基础建设 他真的是蛮努力的 那塔兴也是一样 他就是等于先把 比如说让农民的这个环境比较好 就把这个人力素质所提升起来 他也是说 要去发展某些泰国的产业 他就是要打破我刚刚讲的 这种传统的政商联盟 我希望把柄做大 他什么一箱一产品啊等等的 对对对对 所以塔兴的确他有看到一些问题 不过呢他又想扩出去 但他自己也是本身 这个联盟的一部分 所以呢反对他 还是拿他原来政治联盟里面的一些案子呢 出来打他 但因为他的确得罪了 就是他其实很有政治天才 他想要跨到一个 那些传统经营不碰的领域 所以真的惹怒了那些经 尤其是那个已经过世那位 就东南亚最资深的政治元老 丙上将 所以还是被弄掉了 书里面他有讲到就是 这些大企业家 他其实是不太做外部的 就他的交易不太是跨国性的 就以泰国为例好 他其实是有蛮多跨国企业的 像普丰啊 谢家的普丰等等 他其实企业规模也都蛮大 他是跟我们现在认识的这种 所谓的大型的跨国企业的不同在哪里呢 他们企业规模大革 基本上就像周末讲 他并没有办法 像台湾虽然说我们电子业 就是有国际竞争能力 因为他们这些国家 虽然有部分的加工出核 大部分都是外商啊 所以为什么以前曼谷的绰号 叫东方底特律 然后马来西亚现在是什么 槟城的半导体业非常的强 对对对 槟城半导体 可是呢 可是那些基本上是以外商为主 然后像金融时报 也对槟城的半导体业 做了一个调查 他还是发现本地人才不够啊 基本上就是少数的外商 速度跟力道呢 都不如当初就是台湾 韩国甚至大陆的 至少是沿海的那种非常猛 因为你假如每年成长率够高的话 七年就可以翻一倍 东南亚始终就是 也许比非洲拉丁不够好一点 可能就是3%4% 可是没有办法到这个 力道是不够 还有很多就政商勾结太多 基础建设不够 当然有少数几个 我们刚刚讲到比较好的例外 有在改善这个问题 但是前景怎么样 还要继续观察 周博书有讲到新加坡的例子吗 那新加坡刚好最近换了总理 其实老实说新加坡在过去 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过去就是理事王朝 他们看起来非常的连结 可是他有提到说 必须要转型的时候 他一样是开放赌场 来作为转型 来拿那些钱 那你怎么看新加坡未来的发展 周博书最精彩其中一点 他说你要注意到 他说新加坡跟香港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两个城市国家嘛 他们就是在周围都很糟的时候呢 保持一定程度的开放 办一个成功的转口港 所以呢 对外一部分都很开放 但对内还是有各种寡占勾结 但是 新加坡的确是 它是比较就是 英文来说叫Mauritocracy的地方 所以他们有注意到 我们要如何保持我们的竞争力 所以他们这几年来 他们的人口 600万人是本地公民的 剩下61%了 他们从外面移来 大量中高阶跟高阶的白领 然后呢 发展一些 不管是制造业啊 或者是一些科研啊 像好像东南亚 基本上没有什么半导体 新加坡是少数例外 特许半导体什么 所以 这样新加坡也有一些中小企业 不过呢 新加坡就是想要 走一些高阶人力转型 所以他就是 也还在继续发展制造业 跟香港形成强烈对比 但另外一方面 他还利用中共恶搞香港 虽然他头口上不愿意承认 可是呢 他现在管理的金融的资产 已经香港少8%了 所以 就是很多人可能不喜欢 他的政治维权 可是呢 他有一个非常看重才能的内阁 然后是全方位的 这个黄巡才呢 他是也算是中规中矩 他的好处 他是唯一一个 算是爸妈是平民出身 也不是念贵族学校 然后出来 所以他有人和 然后 他在哈佛的时候 也是跟一位 研究东南经济的顶尖专家 学医学专家叫Linda Lin 然后呢 加上他够接地气 我们如果用比较前的15以岁 他应该就是 又能够体会到这种 引进高级人才 会对造成的民怨 但另外一方面呢 他也有保佑新加坡传统那种 就是要找 吸引世界上最好的东西进来 的这种传统 所以我认为 他有希望以很年轻的年龄 继续保持这个成果啦 然后呢 也同时 就是照顾到民间需求 而且呢 也慢慢让新加坡变得更开放一点 他也承认 他说 我下一任会不会是总理都不知道 虽然这是一种夸张的讲法 因为新加坡上次公认党 已经赢得十足前例的实习 他等于在暗示说 我下一任可能 不会再选得更好 大家也要准备 就是反对党 可能势力会越来越强 他也愿意接受 黄勋才很有那种师爷的感觉 就是他很像标准那种PAP 就是他们那种传统公务员 精英公务员的样貌 看起来非常的可靠 可是就是缺乏了一点魅力 可是他有注意到 所以为什么他在上任前 不是放了一段 他弹吉他的 我问天 对对对 他放一段弹吉他的影片 他跟其他人比起来 他背景没那么精英了 所以他比较能够深入基层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东南亚这些国家 要调整体质 要怎么调整 基本上 如果要调整体质的话呢 但其实有点难 因为之前台湾有一个人 好像他去印尼发展过 他就写了一个东西 他说 其实你说到一些高阶人才 或中阶人才 基本上都不缺 不管在本地找 或从海外找 都没问题 比如说 台湾有一位立委落选人 他现在就跟他哥哥 到印尼去做现状去发展 之前时代那样的 逆委落选人 可是呢 那个人就说 可是现在最大问题就是 你还是要 那种后面那个政商的脉络 你要是打不通啊 你竞争还是不公平 但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说这是他很大的隐忧 就比如说 像我刚讲的 那个印尼上的这种 Jokovic 他在招商 改变基础环境下很不错 可是呢 他对于就是 健全民族体制 法治体制呢 基本上也出现倒退 虽然他看起来 已经是一个很开明 像还是出身平民 所以就在印尼 那种人口太多地方 有太多利益的时候呢 基本上你很难去 他把他的儿子又拱上来当 对对对 所以说东南亚基本上 我认为未来 比较理性短情来看 基本上就是那种 进两步退一步的情况 因为他还是背后那些 政商勾结 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清掉 不过呢 在他们重点发展的产业呢 你一定要去更仔细的围观 才能够找到一些 相对开放 相对政府愿意大力推展 然后呢 相对能够把那些贪污 挡在外面的 比如说像印尼 你又把那个铝的整条供应链都留在国内 就禁止铝的原料出口 你待国内加工好再出去 具体来说就是要看行业 因为in general 他的那个政商勾结的大问题 还没有明显的改善 今天非常谢谢君硕 来到节目现场 跟我们分享这个非常有深度的议题 据说他今天为了要准备这个题目呢 非常早就起床 然后他也为了准备这个题目 看了两三本书 那谢谢君硕 听众朋友不要忘了 在Podcast频道订阅东南亚夯神门 我是詹女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